古装剧里的穿帮镜头 又离谱又好笑 青鱼年真是越看越欢乐 穿帮都快穿出花了 别问问就是夜青梅创造的 前有青帝穿运动鞋 独打一个奔跑自由式方向 不愧是青梅掩雪呀 陈道明老十一把老骨头了 都跑得那么快 并且庆国应该还有运动鞋鞋场 毕竟大街上的商贩都人手一说 来缓解脚上压力 除此之外 夜青梅还引进了现代服装厂 比如范府丫头们的衣服 后面竟然是拉链 你说范贤回来了 是的少爷 狗爹特招行吧 UV 这古装加上了现代技术 就更方便上身了 创意十足啊 青鱼年的衣服 还是一个服装厂出来的 二皇子弹坐凳子上 不小心露出来衣服标签 跟郭宝坤脱衣服时露出来的标签 应该是一个牌子吧 古代也用这种方式搞皮法 更离谱的是 往起年犯贤 大晚上鬼鬼祟祟回家 镜头扫到屋顶上 竟然有一部手机 还是亮汤汤的状态呢 这手机是没人要吗 不要的话 麻烦给我呀 很明显是哪位工作人员 随手放在那了 这么闪亮的存在 竟然没人看见 这锅应该背不到 夜青梅身上了 还有啊 这郭大人假模假样的 布置冲围现场 手上的智能手表 简直不要太明显味 感觉他下一秒 就要拿起手机 喂 我马上下班了哦 郭大人完全离不开 这个智能手表 严重怀疑 他是不是趁机打广告啊 演戏几乎全程 都戴着这个手表 服装背景下的 科技智能崛起了 于是群演 也都撩开自己的袖子 修除了自己的智能手表 智能手机都有了 还快没变 五珠叔再也不用 去什么要充电了 导演你瞅瞅着离谱哦 不合理的 不止手机和智能手表 还有猴公公的大纲牙 在阳光下笑起来 能闪下敌人的眼睛 青云年二 除了不仅穿帮让人好笑 群演才是对决的 宣布春威名单时 刚开始的群演们 还正正直警 用手指点着看名单 好家伙 当镜头拉远 这位哥又错了手指 我们看看 这三个字 我们看看 这三个字 这又是叶琴没教你的 活该你落榜啊 还有旁边两位比叶的 一旁带影劲的 选人导演是从哪里拉来的大学生 眼神这么愚蠢又清澈 跟青云年二对打的 狐妖小红娘月红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技术不太熟人 土山茸茸的鼻孔都在冒绿光了 比科技更让人出戏穿帮的是男女主吃戏 工具拿着鸡爪滚那儿眼相喷喷的 塞到嘴里都没尝到味儿吧 又拿出来了 今天天气真好啊 呆在屠山不好吗 好啊好啊 自然是好啊 没影响 这鸡爪是有多硬啊 臣妾要告发 龚俊假吃 好歹龚俊吃红薯真吃了 到了杨妹这儿啊 嘴里说着好吃 全程拿在手里不动 不得不吃的时候啊 放嘴里签名一下 修屋檐 我小时候茅屋漏雨 我爹就是这么修的 好啊 姚琴姐姐 我一定替土山 一分不少地把账给收回来 更离谱的是 剧里设定女主非常喜欢吃男主烤的鸡 然后呢 姚咪吃鸡腿是这么吃的 你的鸡肉烤得不错 不对 若你是基于零血 早就动手了 你喜欢吃我烤鸡 我的妈呀 完全看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喜欢 一脸的生无可恋 今天的蜜蜜 你咋吃到穿帮了 雨凤琴里的穿帮镜头啊 也是多到让人哭笑不得 比如田螺姑娘帮男主打扫卫生 窗台后背啊 出现了一位放牛的老人 但这位老人穿着 而是现代人 先下去还能穿越时空 雨凤琴不仅塑料到光明正大 男女主在树下暧昧 导演特意给树叶特写镜头 黑色绑带还能再明显一点吗 生怕别人不知道 树叶是被硬绑上去的 行指在海上用雨网打捞上来的 全是金银珠宝 结果这个珍珠项链 蛤 珍珠能漂浮在海上 要是一个塑料道具 林更新演行指应该也是辛苦的 毕竟啊 戏服太长 于是男女主并肩 去救地仙的时候啊 林更新没有放下的裙摆 把行指神菌的神威都给糟蹋了 林狗是要怕上厕所弄脏戏服 所以绑起来忘记放了 雨凤琴的戏服 让186的林更新难以驾驭 经常拖着夹子就开始演戏了 自我受伤以来 行指似乎与以前有些不大一样 当时晃神还以为是有雨咬着他的衣摆呢 全帮穿到不可思议的 一定是仙剑四片尾曲 那么大一个白色汽车尾巴 在狙进衣的头上 这一定是充满现代科技的王干孤欧剧 比如剧里的群演着急忙慌地逃跑 一个充满现代般的铁栏杆 出现在观众眼前 一看一个不知声啊 塑料道具同样虽迟淡道 谁家的树叶胶质感满满 谁家的树叶有这么清晰的脉络 谁家树叶长正傻 仙侠剧的世界果然是我不懂 毕竟工作人员也经常跟演员一起演戏 一会换一个位置 一会出现一会不出现 跟观众玩躲猫猫呢 导演拍戏都不拍查镜头的吗 神隐 赵露丝王与正儿八经的演戏 结果旁边全是脚印 这带牌子的有英文字母的 修仙之人也会讲英格离析呀 而长相思的镜头竟然出现离奇事件 比如前脚射穿了稻草人眼睛 下一个镜头 箭头失踪了 这么有钱的人家用这么塑料的剑 赶紧查查院子采购的贪腐吧 更好笑的是 剧组全自动蜡烛 上一个镜头 木乃一旦为身侧的中国闪烁 也没看见屋里有人吹蜡烛的行为 但转眼这蜡烛全熄灭了 那屋子里的光咋还这么亮呢 剧组的头套也不太牢固 前面剧情是激烈争斗 结果群演倒地后 假头套歪了 露出来的边引人注目 其实古装剧常穿包 至今盘出褒奖的甄嬛传 也难逃观众的火眼金睛 毕竟要求百分百还原古代 有些太苛刻 至少不让观众出戏吧 不过现在观众看剧 都是用显微镜而看剧 都是图个乐子